並因會同相關機關執行 前面防災 災害預防交易是這樣嗎 對 好那我們修正通過 也請那個議事處把這個修正的條文 印給我們的委員 那這受請 好 那再來就是第20第幾條 消防署的名稱 在最在哪裡 修正動議第 第第幾頁 第五項在 在那個第幾頁 這怎麼沒有第幾頁 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的第五頁 就是 把那個招號黃救 第五頁 這個何委員 該做這個內政部消防署 執行招號黃救業務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修正通過 來繼續 來 什麼這個第幾條 然後就是第十二頁 三十七條之三 現在第十二頁齁 就是十一頁 十一頁到十二頁的 三十七條之三 我們請財政部做說明 災害毀損 房屋不堪重建者 我們請財政部做說明 來 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又有關這個 地價稅跟房屋稅的部分 那在我們的修正動議的 四十三 四十四條之三的部分的 第二項跟第三項 有做處理 那是不是 併到這邊一起來處理 這是修正動議 這是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 我們現在 各位委員 我們現在把第 二十三條 就三星牙之三跟 四十四條這邊 我們一起討論 好不好 冰蘭討論 我接受 但是 我們進入討論 又有先 爭取主席 跟各位委員同意 支持 因為我看到 那個 張偉他的修正動議裡面 雖然在四十四條之三 有講到所謂的 符合一定條件者 得減免地價稅及房屋稅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應該要講清楚 要先講清楚 因為我原來的提案 是 非常完整的敘述 什麼 可以減免 定到第四十四條之三的時候 那個字句變得是有一點 模糊 我覺得要請國稅局這邊先講清楚 我們請財政部 在座這個部分在座說明 OK 因為在現行的房屋稅 地價稅的部分 我們在現行事實上 會針對這個房屋的受損程度 或者這個 這個土地的使用情形 在現行裡面事實上是有一些 可以 辦數免或全免 等等的問題 那因為這個 地價稅房屋稅的部分 其實是涉及到我們地方政府的裁員 那我們考慮到說其實各地的災情 其實不太一樣 那這個部分其實應該是由這個縣市政府呢 來看整個災區的一個實際情形 然後針對這個減免的期限啊 條件啊 範圍等等 由他們來依照這個自治條例來定定 到了財政部來 來備查 這樣的方式可能會比較妥適 而且也比較會有效率 中央綠環不能夠減免地方的稅 要 國立要有補償措施 那個委員 好 你還有意見嗎 我還有意見喔 謝謝趙偉喔 我想喔 那個剛剛財政部的解釋喔 我當然也可以尊重是 因為土地稅跟房屋稅是地方政府的稅源啦 喔 那我當然也可以尊重就是給地方政府喔 去做這個所謂一定條件的一個定義啦 跟規範 但是呢我為什麼一再的提我37條之三喔 我在裡面喔特別有提到 過去我們在921 地震的時候 我們發現 921地震呢 經政府劃定為地震帶 100公尺以內是禁建 還有我記得不知道200還是300公尺是限建 那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當初並沒有配套的一個減免措施 也就是說 當初921地震的受災戶 全島半島也好 他在那個100公尺的一個 禁建區裡面 他被禁建的一直到民國 101年 台中市政府才有條件的放寬 所以從921發生民國89年到 101年這10幾年來 在100公尺裡面的 禁建區的所有的 援助戶 還是繼續在講 還是繼續在講 所以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希望能夠更精準的 像這個是政府的行政命令 而禁建的 那我們的當初的減免措施 只有5年 可是呢 他一直到101年 10幾年以後 才解禁 那這中間的一個 時間上的誤差 也讓我們的災民 難以承受啊 我明明就沒有辦法在那裡 重新蓋房子 我明明也沒有住在那裡 我的土地甚至可能已經不見了 可是我還繼續在繳土地稅跟 房屋稅 這個時間上的落差是我們當初地方政府並沒有辦法解決的 所以我希望說透過今天的這一次修法 我們把事情一切的釐清楚 財政部你們看這個文字上 怎麼樣 文字上可以做調整或是在說明欄 文字上怎麼樣 或者說我們在 那個財政部我們在文字上 那個說明欄看怎麼樣來加文字 好不好 那我們是不是先研究一下 好我們先研究一下 好 那個何委員我們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在說明欄裡面弄 好不好 我們基礎上來 講這個文字我們大概 照這個文字應該是可以的 然後 我們中央也不宜把這個什麼 皇帝稅 那個什麼地價稅 地方稅把它 在我們這邊立法把它減免掉 我覺得這樣也不宜 所以我們在說明欄來處理 好不好 好那我們先討論 黃偉哲的第37條之三 政府採購我的部份 請內政部 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 對 包包主席跟各位委員 那工程會就 黃偉哲所提 37條之三做一個說明 那這37條之三首先第一項提到的就是說 這個緊急採購的時候 可以依採購法105條第1項第1款跟第2款來辦理緊急採購 那這個因為這個是採購法105條已經有明定可以這樣做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算是重複啦 那他的第2項跟第3項呢 這個條文的文字呢 也是引致 採購法的一個執法 這個特別採購招標 決標處理辦法第6條第7條 的規定把它引過來 那這也是現行條文已經有的一個規定 那他的第4項呢 也就是說最後一項提到 第1項規定所稱災害發生 以各級政府開設災害一面中心支持為準 那如果有加這個條件 反而去限縮原本採購法105條 機關可以去緊急採購的一個多一個限制條件 所以定這個條文恐怕反而會有限縮的一個效果 所以我們是那個建議大會是不是可以考量 這條就不予真定 好那我們各位委員請問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不予真定 再來是 何宣索委員的 知識之五之六就跟剛才那些是一樣 我們請財政部在那個說明欄那邊 看怎麼樣寫一個 包括那個知識之五之六 第39條 黃偉哲委員的提案 他要加了一個華澤 那請內政部說明 因為他上面34條沒有採納所以這條 所以這條就沒有啦 對啊 所以 我沒採納所以這條就沒有 所以不修正 然後再來是 黃偉哲委員的第四 加詐欺 什麼 就是竊盜詐欺恐嚇取財 加重虛虛 加了一個詐欺 應該 來 行政院同意嗎 那個法務部 這個沒有問題 我們修正通過 然後再來是 黃偉哲委員的 時代力量的第44條 來第44條 時代力量是 利息補貼來源 又行政院第二億貝金 那個行政院的 這個應該請 主記處 主記處來說明一下 那個劉莊委 還有我的 44條還有我的 對 陳廷輝委員的 還有這個 黃定宇委員的 然後 還有 親民黨的 還有 曾 曾委員的 來一起說明好不好 是主席 跟主席還有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說原本我們第44條 裡面定的這個 經費來源 是因為這樣 就是因為在 防救法裡面的 業務啊 包掛的非常廣泛 有中央 英辦 有地